反拍引拍分解动作 你看分解 一二三四 就这样 一二三四 重点不在于你的这个动作 重点它在于这个肘 你这个东西你有没有顶出去 你这一下有没有发出来力 你打球就是这一下呀 然后就是一个击球点了 你这个东西你如果是就这么摁的话 你肯定是不好做的 手上跟脚下全部加起来 你常常打球才能打得好 比如说你反拍你接不到球 如果你觉得你打不好 可能不全是你手上动作的问题 也许你手上动作对了 但是你脚下没跑到位 那你的击球点是不是厚了 你击球点厚了的话你怎么打球呢 不是说被动了就不需要击球点了 都需要击球点的 我们正手的击球点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高远球掉球下球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好那反拍的击球点不也是一样的吗 高远球 高远球 掉球就在侧面跟这里的 在这里你怎么接 你脚步没跑到位 你不是直接这么去跑 这么去撩的吗 那你还是没办法接球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要注意的 我们打球的时候 高远球的击球点会比 杀球的击球点会上一些 因为高远球它是需要往上打的 它有一个角度 你需要稍微推一点点 然后从后往前往上这样打出去 但是呢你杀球你得往下走 就代表你的击球点得更前 如果你在这里打杀球的话 你一定杀不出去 因为你在这里打你就只能杀到这里 但是你在这里打高远球就会很舒服 如果你在这边打高远球的话 就是平高球 不管是正手 还是我这个反拍 我整个动作练好了 我才能有后续发展的空间 是不是 你整个动作能歪起扭扭到处扭 力也发不出来 那你怎么练 对不对 对不对